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谈章小朋友的节目 我和Alex 大家好 最近我想讲一些特别赚钱的东西 因为近期市场有点满 最近也在一万一万二位上升落落 这两天升了一点 但也是很低的配户 今天在八字都跌了很厉害 因为特朗普过几句话 跌了三千多点 到二万五千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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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二万二六千 其实整个世界经济都不太好 最近很多伏势 韩国和日本也有 首先卖力战也加码 特朗普又想和中国货币战 将中国列为汇率的控制国 然后人民币破七算 人民币破七算 人民币破七算永远都是这样的 人民币大跌 贬值呢 比特币是不是都升了 基本上同一时间 我看着同一时间 那波七算的棍子 就是比特币有升千万二元的棍子 也会发生很多次 比如社会各方面 但是我们不讲政治的 我们讲投资赚钱的东西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些大家真的赚钱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大家也有留意比特币 比特币这些币 其实我之前也有说过 有些币 但是我想讲一下 为什么有些币做得起 为什么做不起 从而让你知道 究竟未来有车 你应该买什么 因为其实一个project 我常常觉得这样的 你那群人多厉害 多厉害 中碰中在世都好 如果你不懂得去营运这个project 你那个project 代表这个project的币 的价值都不会显现出来 很多project可能他回到很厉害 但他不懂得营运 他不懂得如何处理整个 继续续续续续续 不懂得像一个baby那样 你生他出来 但是你不懂得养大他 你不懂得给他什么吃的话 你都可能有kb 你没有womentum的时候 你的投资价值就不好 就算他是一个在世也好 其中一个很明显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因为一开始 其实没有人营运 一开始都是很decentual lines 都是一帮的比特币社会去营运 所以比特币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低层的位置 值得一两年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态 就是一个ego system 究竟这个ecosystem是怎样 令到它的价值不停地无声 今天我想说的是一个是火币 大家都听过火币的平台币HT 可能大家都听过 但我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可以营运得这么成功 不如我们去一下电脑螢光幕 大家应该看到 这个是火币的平台币 HT是叫火币的平台币 其实它有两个平台币 一个是HT 一个是HPT 但两个平台币的角色都是不同 HT我当是妈妈 HPT有另一个用途 我稍后会多讲一点 但HT是2018年2月 已经开启出来 我记得那时候 我和很多朋友都 早上路抢 30秒被人抢完 但2018年 它开启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一直以来 HT的价值 都慢慢跌来跌 跌到Bitcoin都跌 这些币都事不免 平台币 但是HT自从1月 2019年1月开始 2月开始之后 其实稳度上完 1元已经升上去5元 基本上 破前顶的机会都不少 基本上破破硬 但是我想讲一下 除了有人 当然 所有币都有庄家 除了庄家 要做主要 为什么这个project 会是成功 会是继续 营运得这么好 或者为什么 因为其实 我想说 HT的市值 是不小的 它全世界排列二十多 如果你要炒的话 不是说一只小币 用少少货 用少少钱炒 炒几倍不是 HT的市值 是好 等到过百亿市值 基本上 如果要炒那班 其实是要用很多力气去炒 所以 基本上 它现在 直至上升 除了有些资金的推进之外 亦都跟 HT所拥有的设计的 Ecosystem有关 所以 我想和今天 跟大家分析这一点 让大家知道 原来这些币 有这些Ecosystem 是这么重要 所以 为什么说 Minnesota 这个社区 这么重要 因为真实会维持 坚的价值 简单来说 因为市值比较大 所以 做市场 市场 相对来说 困难 尖度很高 проблем зад半龄 二厘参与的人多 三厘的资金两大 所以基本上不只是有人去操作做事 而是他们本身真是只买不买 真是做到一个效果是只买不买 他们愿意strong hold 不停 hold 不愿意缺买货 不愿意买货 说得买货是有问题的 买货就是太strong believe 总之你维持着可以维持到那个 demand 其实是维持到他对这个币的信心和demand 基本上理论上都会运作信仰 要怎样做呢 我先讲一讲 基本上在2月2月开始 他出了两个program 第一个叫做fast track program 这是什么呢 你当是这个fast track program 可能每一个月有三四个project出来 你要投票 你要投票在哪个project是ok 就是投票上币 这些都会成功上币 但每一期 SKM的第一期 我记得那时有三个project 给你选择的 你有ht就可以投票了 但你要投票 要有个资格 最少要有5000个户口 有5000个HT 还有这个HT要保留在你的户口多少天 这是平均数 不是派息 派息之前即刻买 不是这样的 你要投票之前一个月里面 你每日平均数是有5000 即他保留着真的有5000 如果你可能不够的话 你可以之后买多些 平均回之前没有那天的数量 总之你平均数 每日 不知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你才合乎这个资格去投票 投票有什么好处 先说这些最重要 你拿5000票去投这个HT 基本上你投完之后 他会给了这个币给你 例如你投谁赢了 可能赢了那个 后来投SKM 你见到这个project 其实我也不知是什么 但我也有投的时候 有时候是这样的 你投完之后 你不会消耗HT 可能你消耗十几个HT 可能那时候只有几十元 但是他给你SKM 一开波上盘最少都二倍计 两至三倍 这里已经有五个phrase 一二三四五 他好像只有第六个phrase 我想说每一个 每一次你投完之后 你的利润都是你十几个HT的几倍 可能四五倍 当然了 可能十几个HT 现在用回当时市值三元四元 美金很多 但我想说是完全地 零风险之后是包赢钱的 总之你肯去投就行 你肯做你肯按这个按钮的话 那几百元几千元就是送给你 真是送的 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这个币都没有跌下去 过我买的那架 保持着上的 当然他们有互盘 这个所以令到很多人 为什么 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他要每日投票之前 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要保持很多HT在那里 那些人不就只会保持在那里 不断买 不断买 只买不买 总之你肯投就行 肯保持就行 而且越来越多人肯去保持这件事 就是保持是没有成本的 你保持在那里 内不耐他就会派给你 或者内不耐每两个星期 他就放几千元给你 你当收息都好 当收息都可以 虽然不太多 可能一千两两千元 当吃个 我的朋友 我班常常说 当吃个自作餐 免费派 火派派餐的时间到 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就会去按 还有这些是不用抢的 总之你在过一 一至两个钟里面 通常是8点的 当然我们要看时间 8点至9点那段时间 你肯按按键的话 你又有千两两千元洗 那都挺happy的 如果你HT是一元买 那是不是要按中呢 按中不需要的 按就有的 总之你按 不需要要抽奖 都会有的 我想说 有些finance就要抽 你抽奖的成分都没有 总之是你真的派的 你真的派钱 那样的 所以那些人是非常愿意 尤其是你五千元买 一美金的时候 五千元三万多元 那你又赚息 又赚价 那些人 每个月派几千元给你洗 那些人都 好过我三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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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金 这个例子 你看到一元升到五元 没有停过 那加上不停派食 那所以呢 未来日子 它是不停去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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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要保持五千元 就要抢了 火币 才抢到的IEO 那都是按历史的话 每一个不是过倍的 都是那一句 那这个要有少少抢的 的意味 就是刚才那个 我刚才说的 这个fast track 就是真的投票上币 就没有抢的 那这个IEO 基本上都会抢的 那这些IEO 除了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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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 因为这两个program 大部分的人都 火币的IEO 火币的fast track 摆到明明是送钱的 但现在它升了这么多 会不会它辞到要求的第二番点 它没有改 到现在 暂时都没有 我没见到 最惨的是什么 这些真是 火币说到明 它会再用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这两个program 令到它的人 只是strong hold 都是那一句 每个都sand believe 大家都信这件事 那就是自买不买 所以令到这个盘 这个币越升越高 第二 他最近都讨论到明 他又是用回购 又说 可不可以赚多少钱 又会回购 这两大的架构情况之下 就令到这个HTA的价值 止升不跌 所以很证明了一件事 很证明了就是 如何营运这个project 火币就要透过 他派钱这个活动 我们说的派钱 派市左餐活动 令到人觉得这个币的价值 是不停地上升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个交易所 那么好处 会派钱给人呢 其实他自己有没有 是不是派钱 好像很涉及 对他 其实我想说 你不用担心 交易所会输钱 很坦白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想说 每一个要投票上币 或者要上IEO的project 其实他们都给了千火币 其实他只是将盈利的一部分 愿意分享给投资者 而且你还是买他的coin 根本上对于他们来说 是有资有数的 其实他是 他派了饼仔给你 他仍然是吃大饼 但这个很明显大家是共赢的 我是装我赢 你是省会国人 都赢的 我币价会赢 你派息都会赢 所以这个win 真的形成一个winwin 这个winwin是不停地循环的 你赢了一次 你会更加想做更加 你会继续买 或者你会分享给人听 或者你会继续 不要买多 不会加码 你要止买不买 你会继续hold 如果真的hold 如果真的hold 由第一个三月开始 一元真的升到五元 那你会更加 没有一个有因 深红 或者没有一个有因去买 你不知买之后 升到六元 七元 因为火币那些project 基本上是很多project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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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只会继续有不同的IEO 只会继续有不同的fast track 发出去去供应你 所以火币很厉害的一件事 就是它将这个 自买不买的概念 推至极致 是啊 自买不买的概念 因为你其实IEO 其实都有很多 它是用 例如落死那些coin 让你不要有那么多卖出来 虽然不会说 那些人会加住卖下去 但起码会先保持那些coin 它现在不单止是 将你的人 是将那些coin 保持那些coin 而且会更加有一个incentive 更加有因去买多些coin 因为它们正在赢钱 坦白的 不要先看这个技术 因为它赢钱的时候 你只会放指要 如果迟些投资就放指要 你可能零成本之后放指要 只会继续继续 而且火币本身是有一个矿持 因为它做了很多不同链的矿持 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派材都会有HT 所以大家不停地去 矿持是什么 可能没有说 因为你本身的火币 它是EOS的矿持 它是IOS的矿持 即是它的截点 它早些截点 它会有收益 它的收益 它是透过HT去反馈给你的 它是HPT 所以这些HT和HPT 也是同一个派息的效果 而你派完这些东西 原来也可以去投入IEO 它是一连串的反应 一连串的布局 去让到 去保持这个币的币价 所以不论是火币HT 或者Binance的BNB 至少他们用 因为他们一定声音 一来他们的品牌大 所以他们的项目 一定是不停地去 很多项目方向上 他们愿意给钱 不停地收钱 不停地收钱去做这件事 做到这件事 他又不介意 将一部分的利润 去分给投资者 那投资者收到钱的时候 他又继续买上去 那就可以增加了 有建立的社会 还有有黏性 有一个我赢到钱 那当然你会继续买 那时候他们会继续买 你会继续交易 你会继续交易 交易之后你会继续买 买完之后会继续升 升完之后又会继续买 就是一个不停地 一个很良性的循环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 如何营运一个Ecosystem的重要性 但我想说如果它不是火币 不是这些大牌子 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所以有时候不是过街 都会用到这一招 就是做起都了意有从 是啊 就是做得大了 是啊 它做得大 它善用它可以去优势 所以我经常说 要营运 要营运 才决定币价好不好 真的每个project有它的特性 有它的好处不好处 或者强处弱处 你善用到的话 你就可以像H3那样 其实有些project 我见到营运得好的 其实都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升幅 所以说回买卖的话 这个5元说明是高位 5元美金 但你信不信它就像Binance那样 就是Binance不断升到你不信 是的 Binance由多少钱 9元 它现在升了三十多元 40元 又是继续的 又是和这个图是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看看Binance 但Binance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它也是用了 先看看 Binance 你讲开这个 有个香港人 这个project有香港人分 我先找一个什么 我们先找一个 这个是香港人分 神童 Binance alcohol Binance 不用,這個不是,對回USDT,不是不清楚 看看,BNBO,這個 基本上大家看到的,7月開始,這個是日線圖 日線圖,不是不夠久,這個很少用 不要緊,月線圖 對,月線圖 基本上你看到,它由低位5元,去到31元,都升過6倍 它的模特兒和火幣一模一樣,但它只有IEO 但又是IEO派開錢,因為它成功,IEO這樣的人又搶 因為它搶這個IEO,一定要有500個BNB在手 500個你當是10多萬,價值的BNB在手 你才可以有資格去投入IEO,投得贏硬 它多些,它最少派五位數字 派1萬多元,2萬元是我們試過的 即是你用500個BNB,可能5元,25元,25元,25元美金 但你現在升了這麼多,又升了六倍 每兩個星期就給IEO,然後你就派1萬多元給你 這個模特兒是一模一樣的,所以它也是用這個模特兒去營運 是的,但也不是很多價值所用到這個模特兒 即是成功地用到這個模特兒 就像你剛才這樣說,如果你的品牌不是太強 或者你會蓋一些甜不夠大,其實你都很難去 因為它品牌大,它的耳隔能力很高 即是它可以收到對方的錢,收學目方的錢去做這件事 可能對方給你10萬元美金,你用50萬元美金去派街坊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自己也聽到有些交易所,因為不開名 本來也不用任何收省費 現在又開始想用這種模式去複補社會 但問題就是,每一個團隊,每一個項目的獨特性是不同的 其實火箱也是滿生意,每一個項目的優缺點不同 我經常覺得你去模仿一個成功的模式 其實你學到它的愛學 但你的內容,你的細節,或者你的優勢不同的時候 其實你仿效不了,無謂這樣copycat去學 我自己覺得,所以我經常都這樣說 這是一個例子,其實很多區分的項目 其實我自己覺得,真的要研究一下 就算它多麼厲害也好 其實營運真的是重工之重 因為你問我,Blockchain仍然是一個很初階 其實我覺得它很脆弱,每一個項目 就算你是中盤中在世,去營運也好 都可以很脆弱 但是營運就決定了,你養不養得大這個項目 就是火幣,幣開啟 有時候,因為這個其實市場都很忽略 其實你有一個很好的營運團,對你的時間不好 都可能會失敗 營運團就是決定一個好的時間,或者不好的時間 是否應該做些甚麼,有一個好的時間去推 不好的時間的時候應該是甚麼 所以就是營運團隊決定 就是怎樣去營運,怎樣去維持這個項目 你很坦白的,火幣幣安 他們一開始都不好的時候 火幣都試過被人接了,被人停了一段時間 但是它rename,還有甚麼好的時間 好的時機,好的方法去做出來 例如Binance的IEO,其實它是最差的時候出來的 但是它看到市場的需要 就是因為對IEO的認識不足 它analysic的能力,可能有很多圈子 對,對,對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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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帶領潮流 所以我想說就是,其實是營運團隊 它設計出現出來,它見到的need 見到自己的市場的需要 見到自己的優點、缺點 去做一個方案出來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可能聽到比較少的項目方 但我想說,項目方真的要有一個好的營運團隊 不是只是炒炒幣,圈的錢 其實營運也好過好 尤其是公鏈 尤其是公鏈 我想說 如果你投資的,其實更加要去學點看 因為從裡面,你會發作 即從你去分析一個項目的營運的話 你看到就是,這個幣長有沒有投資價值 就算它的質地很好 它不懂得運運的話 我想說,你投資的幣的話 都是跌到剛剛不認得的 因為太多選擇 太多選擇 而且因為每個計劃資金不多 所以,應該這麼說 即是,交易多不多的時候 會很失敗 那些資金也會 今天講到這裡 如果有其他有疑問的關於閉 大家可以隨時發問我們 好,今天再見 拜拜